弟兄姊妹们好 我其实没有想到第一堂有这么多人 那我们是不是要很快开第三堂 感谢主了 因为我们真的是 就是说分成两堂以后呢 我们希望人数可以再继续增加 那第一堂就这么多人的话呢 我们会教会祷告好不好 然后继续的增长 让人更多的来接受祂 认识祂 敬拜祂 服侍祂那样子 那今天呢 非常开心的是 我们几天前呢 才经过了这个墓区议会 墓区议会呢 是在卫理工会里面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 就是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叫做墓区议会那样 所以这第一次的墓区议会呢 我们有了我们的 现在的会友一起来参加 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就有60个会友 我们感谢祖 因为成立墓区最少要 30个 那我们有60个 大大超过那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 我们就要感谢祖 所以通过这个墓区议会呢 教区长也来 就是案例了 这几位的职士 所以不是我来案例 是教区长来案例 所以他们已经是上任了 他们已经是就职了 今天呢 我们要正式的 在霍州面前来介绍他们 第一位呢 是我们先介绍没有在的 在何牧师知道 何牧师的右边那一位呢 叫詹友逊牧师 他是我们今年美加书邦堂的 主理牧师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因为我加入卫理工会 还比较之前一点 所以呢 我不能够施圣餐 那由这一位主理牧师 詹友逊牧师呢 来主持圣餐 洗礼 还有如果有婚礼的话 OK 希望有啊 今天有没有谁要结婚的吗 不知道啊 OK 好 那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在詹友逊牧师右边的这一位 卢道远 这是我们的会友领袖 会友领袖是包个料的啦 你先不要下去 站中间 所以今天他就穿了一个运动衣来 准备做到底那种啦 所以他从早上来就开始搬东西啊 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 在这整个的 指导所一直到现在啊 他都是那个末后的工程 我们感谢主会友领袖 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黄德龙弟兄 我们的指示会主席 请两位不要站那么远嘛 OK 指示会主席非常的重要 他就是带领整个的指示团队呢 来做开会策划 所以他是要看得够大 也要看得够细的 他们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位 一位领袖来担任这个指示会的主席 同时他也是这个宣教与步道 外展与步道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那样 所以今天今年的这些有关外展啊 社区活动啊 步道呢 都跟他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要以祷告来支持他们 第三位呢 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许慧华姊妹 也是到中间来的 许慧华姊妹是我们的财政 很重要的啊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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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 OK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供应 是足够的 Amen Amen 上帝是信实的主 所以呢 透过财政 他来管理 那你们要放心哦 魏理工会有很强的 accountable system的 所以不只是我们这边做财政 我们还要交报告给 这个教区长 那教区长还要交报告给 年会 年会还要交报告给 总会啊 所以一层一层上去啊 所以哪一层不过的话呢 他就会回来找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透明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来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瓦洗到完 那我们的财政报告呢 我们都会定时的贴出来 所以会贴在这边楼梯 上半楼的那个布告板呢 你们可以去check 那我们是透过这个 这个身份证号码的 后面六个数字来表示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check 也可以来问我们的财政 我的钱跑去哪里了啊 也可以 OK 好 那第四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个陈喜燕姊妹 死燕姊妹呢 非常的非常的棒 那他是我们的文书 其实文书的工作是 在整个的服务室里面的 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音乐与崇拜 所以他也是 同时也是音乐与崇拜的 这个执事 那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 敬拜赞美团 所以每个礼拜我们唱歌 记得啊 不是你们爽啊 是上帝喜不喜悦啊 对不对 OK 所以他带领着整个团队 让我们对神敬拜跟赞美 OK 所以他是我们的敬拜赞美 这个音乐与崇拜的执事 还有一位我要介绍的 是许荣忠弟兄 许荣忠弟兄呢 他是负责我们的产业与管理 请问产业管理重不重要 他没有出事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觉得他存在 那一旦出事的时候呢 大家马上去找 哎 怎么搞的 你看到吗 当你的房子漏水 你才会注意到 对不对 他没有漏水 你发现都很好啊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来祷告 因为他是默默在背后 支持整个的这个事工的 那我还要介绍一个人 他不是执事会的委员 但是呢 他是我的太太 OK 他也是教会的这个同工 陈一辰姊妹 太太要站在我旁边 他是教会 今年每天书邦堂的 聘请的同工 那我是年会派的这个传道 那样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 在我们这个教会的 这个领导层里面的 这个同工们跟执事们 我也要请 那些在你们的委员会下面的 帮忙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 比如说你是负责某一部分的 你是在这个执事团队下面的 某一部分的 都请你站起来 我相信超过一半 请你有参与服事的 站起来好吗 参与服事的 站起来 Come on 全部有参与到服事的 领唱的 有参与在帮助的 有参与在招待的 参与在带领少年团的 带领青年团的 等等的 小组的 小组组长们 请你们可以站起来吗 有些还不好意思站起来 OK 那我们要给这些人 一个鼓掌鼓励 然后我们要一起讲 好好的做吧 预备 来 好好的做吧 OK 感谢主 那我们就请他们回座 OK 给他们回座 介绍这个执事团队 同工团队的 就到这边 然后再会给 好 接下来我要欢迎 今天第一次出席的 弟兄或姐妹 若是你是第一次来的 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 摇摇你的手 好吗 好 这边有一个弟兄 好 这边有一个弟兄 还有两位在那边 好 我们就花一点时间 互相的问候 新的一年 我们带出一些的 祝福的话 好吗 不只是握握手 走动走动 祝福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ng it, sing it. 祝福音乐 今天找的正道经文启示于《创世记》 第一章第五节 好不好我们就大家一起的开身念 来一二三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西混沌 深渊上面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看光是好的 于是神就把光和暗分开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在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一字 第一段经文是二章一到三节 一二三 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 到第七次 神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 就在第七次 安息了 谢了他所做一切的功 神赐福给第七次 将他分别回胜 因为在这日 神安息了 谢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 好 把时间交给二年传道 谢谢主席 今天你们有没有平安 新年快乐 那我一开始呢 我要先介绍几个 我们的少年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年是在主日学 今年开始呢 他们一定会在这边 跟我们一起的参与崇拜 一起的听到 请问对吗 对啊 OK 请你们挥挥手好不好 你们少年人 来 哈喽 我们欢迎他们 他们已经十一岁 我们教会呢 十一岁开始呢 就跟这个成年人一起的来听到 其实他们是听得懂的 OK 那他们需要我们给他们 一点点的耐心了 有时候他会做怪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他们耳朵是给你的 所以你发现他们有时候自己做东西 你讲什么东西 他跟你讲 不对 他其实有听的 OK 所以我相信你们有听吗 有吗 有啊 Very good 好 那这个从 这个要怎么按 要presenting ok 谢谢 第一天开始 我的laptop就出了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美好 充满变数的开始 OK 好 那从无到有的一个开始 那样 所以 今年呢 我们会讲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信心之旅 为什么是信心之旅 因为这一条路 我们都没有走过 每家书邦堂 要独立 要自立自扬 要继续地往前 这一条路我们没有走过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地来信靠 这位上帝 而且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样 所以我们会从创世纪里面呢 去更多地认识上帝的心意 上帝透过我们这几位的先祖 我们的forefathers 有谁啊 记得吧 创世纪有提到哪一些先祖啊 亚当啦 OK 还有呢 笑话 OK 亚伯拉罕啦 亚哥啦 以撒啦 还有其他为什么 约瑟 OK 创世纪 就是这几位先祖的forefathers 他们的世纪 他们有成功的一面 也有失败的一面 所以我们从当中 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 所以 期望大家一起地走这一趟 信心之旅的道路 当然教会我们同时也计划了 包括 比如说传福音的一些训练 个人造就的训练 等等的一些的课程呢 希望在合适的时候 大家也一起地来参与 那样 那我们有推动这个 读经的运动 对吗 好 请问谁已经开始了 我所讲的这个plan 我所讲这个 一年读完 是已经一遍的这个plan 谁已经参与开始了 举手一下好吗 谁开始了 举高点嘛 高点啦 OK 开始了的 你们看到 如果你们还不懂 一遍 至少在你的人生中 把圣经读完一遍 听的 看的 都可以 那现在我很喜欢怎么样的 我很喜欢闭起眼镜呢 让我的电话呢 把圣经读给我听 其实蛮不错的 其实蛮不错的 很多的想象 我推荐 新译本的 那个读出来的声音 新译本 这个是一个姐妹读的 读得很好听 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来认识圣经 OK 好 那 成立牧区是一个全新的 OK 开始 那我们在今年呢 会有一个成立牧区的 感恩礼拜 A Thanksgiving Worship of a setting local church 那在8月18号 OK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预备 来参加 这个成立牧区的感恩礼拜 会由我们的会长来主持 那样 所以好不好记啊 2018 818 大家一起 巴 大家一起巴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要发了 而是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记的日子 所以 这个是一个感恩的礼拜 那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个 信心之旅 Let us start Are you ready 拍拍你的邻居的肩膀 Let us start Let us roll Let's roll Let's start 让我们开始这个信心的旅程 别忘记了 第一年已经过了几天了 很快就会到年尾了 所以还不开始的话 来不及了 快快开始吧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 上帝开创了宇宙 OK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里面的第一节经文 起 出 神 创造天地 这是短短的几个字的里面 其实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因为其实人一直在问 在物质存在以前是什么 时间啊 更不得了 时间存在以前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吧 对不对 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那应该 那个开始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什么 有时间 有空间 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你可能想象一个 什么都没有 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科学家就一直在想咯 那怎么样有一个 怎么样有一个开始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去解答的一个问题 所以因此呢 会有一些科学家 就会提出比如说像 Big Bang嘛 谁有听过Big Bang的 不是那个K-pop啊 不是那个K-pop那个Big Bang啊 而是一个Big Bang Theory啊 就是一个大爆炸理论 这个大爆炸理论呢 他们怎么去了解的呢 因为他们发现了 整个宇宙在观察观察的时候 哇 不得了耶 这些的星球啊 是朝着怎么样呢 越来越远的地方移动的 它不是固定在那边的 它是在扩大当中的 就有点像 你用慢动作 看一个气球爆炸 有没有看过 慢动作 对不对 气球爆炸怎么样 然后那个水面开始 对不对 慢慢慢慢扩张 他们发现宇宙是就这样子耶 不是停的 而是在 在往外 扩张的 所以 因此他想 既然有扩张 If there is expansion There must be an original point 就一定会有一个原本的开始 所以 原本开始是什么 大爆炸了 Big Bang 开始 可是 当他们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谁开始 所以 上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起初 神开始 神是第一个原因 祂开始了 时间 看到吗 起初 对不对 祂开始了 时间 祂也开始了 空间 天和 地 其实这个Big Bang Theory里面 它在讲 一开始 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开始 可是他们可能不太承认 是神开始 那样 所以上帝 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地 第一句就告诉我们 有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是上帝本身所开始的 祂开始了 时间 祂也开始了 空间 那样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 其实我 感觉了 有时候呢 一些的基督徒 很反对科学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 有一些基督徒 很反对科学的 圣经讲的还是对的 科学是错的 什么都是错的 我觉得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科学去 发现 圣经 或者是发现 神原本 已经创造 已经存在的东西 你了解吗 不久以前呢 我看到了这么一张东西 这个我在少年团有讲过 有没有啊 还记得啊 我不懂这是真还是假 我读给你听 这是一张小学生的考试 他要这个小学生呢 把这个恐龙的名字呢 写下来 他们很厉害 什么什么 Rhinoceros 什么什么Sauce 他要背下来 他要写下来 What is this What is that OK 结果呢 有一个小学生 他看了以后呢 他写什么呢 他写 Dinosaur are not real Read the Bible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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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后面呢 上面老师就写 F Fail啊 F 然后See me 我们在猜 也许这个小学生 是读圣经的啦 对不对 OK 也许他是 很相信说 上帝创造一切啦 这什么Dinosaur嘛 没有啦 是不对的啦 是假的啦 所以他写下来 Dinosaur are not real Read the Bible 希望他不是因为 没有读书 才写这个话 OK 圣经是没有提到 Dinosaur 恐龙 这个字 OK 但是圣经没有 讲到的字 不一定是 不存在的东西 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跟你讲 罗道元 There is no durian 没有榴莲 我们马来西亚人 怎么样 谁要吃雷 我们榴莲 我们的国宝来的 你知道吗 猫山王 极好吃啊 还讲没有榴莲 然后他就跟你讲原因 圣经没有讲 圣经有没有讲榴莲 没有耶 圣经没有榴莲 这个字 可是 有没有榴莲 这个东西 每个马来西亚人 都给证明 你不是活在 活在北极 活在马来西亚 你吃过榴莲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圣经没有讲的 不一定就 没有 但是圣经有没有提到 类似像恐龙的东西呢 有的 OK 譬如说 创世纪里面呢 我们刚才没有读的这一节 那第一章21节 神就造出大鱼 在一些英文的版本里面 So God created the great sea monsters 是很大 很不得了的东西 那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在圆文的字里面呢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不过呢 它是很大很大的creatures 很大很大的创造物 所以也许这一节里面呢 基本上就告诉我们 神创造一切的动物 包括了你们现在 挖挖挖挖到的恐龙的骨头 也是神所造的 另外呢 其实约伯纪 在40章 你们可以去 回去看一看 当我们华文圣经写 你们观看河马 你们观看鱷鱼 其实都原文的字里面呢 都不是河马跟鱷鱼 你知道吗 而且如果你把那个形容 去画一画的话呢 你发现你画不出河马来 你画得出像恐龙来 它们太大了 太猛了 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 创世纪的第一章 它其实充满了很多的争议 连基督徒里面的看法也不太一样 地球年龄有多少啊 基督徒看法 从6000年到51年都有 这都是基督徒 OK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圣经没有讲得 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很重要 很多时候 科学的一些的发现 科学家一些的努力的专研 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看到 其实圣经并没有与科学有冲突 一直到现在 所以不要以为说 已经什么时代了 什么 21世纪了 老兄 你还看圣经啊 这么古老的东西 你科不科学啊 圣经其实到现在 他仍然是站得住脚的那一个 所以 这个第一点告诉我们的是 上帝开创了整个的宇宙 他开始了这一切 而且他也创造了一切的 这地上的这些的生物 植物等等 有很丰富的创造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发掘 一直到现在 until now the signs are still discovering the wonders of God's creation 到现在呢 科学还是不断地去发现 神造的美好的事物 还没有发现完哦 OK 那样 所以 有了开始 神开始的这一切 在于我们的教会来说 也是一个开始 那我不敢讲 它是从无到有的开始 我要非常地谢谢 在整个的成立 每家书邦堂的过程中呢 弟兄姊妹每一位的参与 还有呢 其实母堂 每家堂 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鼓励 帮助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那样 所以我要说 如果少了大家 少了你们 少了母堂的帮助 其实这个教会 靠我一个是不可能的 是很难推展到 如今这个情况的 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但是呢 这个今天 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来的 是上帝创造工作的一个延续 他不断地做新的事物 可能几年前 从来没有人听过 魏理工会每家书邦堂 你在讲哪一间啊 不知道 可是现在呢 你讲 魏理工会每家书邦堂 哦 我知道 其实我跟你讲 蛮多来参观过 我们教会的 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 包括其他教会的会友领袖 只是等呢 他进来以后都会 哇 他进来都会 哇 好棒 哦 还有亲子崇拜 没有听过 其实我们也不断地 靠着上帝的能力 跟上帝的感动 我们要开创 我们要做一些新事 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些需要 因为我们知道 神要建立起家庭 神要预备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要成为坚强的信徒 来面对未来世界 这么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敢轻忽 怎么样的来 使到家庭被建立 夫妻被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 让我们期待 神在当中继续的工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神第一天造了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地是空虚混沌 It is empty and it is formless 没有任何的结构 月面上面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于是神就把光和暗分开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我不知道你在读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在读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哇 上帝要读上帝了 你看到吗 你看到他的一个介入 神介入在一个 没有结构 混乱 空虚的一个地面 那可能我们所处在的 这个地球 是一个再造的世界 有可能 所以神介入 一片的黑暗 神进入了什么样呢 就进入了光 有光介入到黑暗里面 从空虚混沌黑暗 从formless emptiness darkness 神把光照进 神开始这个工作 读到这边 你同时会想到什么呢 同时会想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 差不多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 提到什么呢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个光指的是 耶稣基督的真光的照亮 在世界里面 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 讲到的是 光的介入 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耶稣真光的介入 使到灵性的世界 the spiritual world can be revived 使我们的心灵 灵性的世界 可以再次地被照亮 从罪恶 进入到光明里面 那耶稣已经升天了 虽然祂跟我们同在 没有错 接下来这个光是谁啊 接下来这个光就是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现在这个光是你跟我了 从一开始 神把光照入到这个 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世界 然后创造一切 可是人离开了神 那接下来 耶稣基督的来临 祂在把真光照亮 使到人可以从死里复活 使到神可以从 人可以从罪中脱离 那成为祂的子民 那如今呢 耶稣升天以后呢 祂把这个光 交给我 今天谁是穿 那个美加书邦堂的 T恤来的吗 有吗 蓝色那一件 有啊 站起来一下 转一下 转一下 你看后面写什么呢 Shine 来 Stars 菲利比书二章 十五节 谢谢 谢谢Simon 感谢主啊 现在Simon他可以跟我们 崇拜到 差不多要结束 OK 因为他很早就要去工作 之前他都是一半夜就跑掉了 今天他可以到结束 感谢主啊 所以提早崇拜是有帮助的 OK 你们不要穿了这件衣服 就忘记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反正长在背后 我管它是什么东西 Shine like stars 我们每一个人是反映了 神的美好 我们要为他来 做见证的 每家书邦堂 继续要站在这个恩典中 把这个见证给表明出来 而上帝是一步一步地 在预备你跟我 来为他发光 一开始我相信 可能当中这几位执事 你不知道你会做执事的 那天和牧师才讲 他在讲到Jonathan的时候 Jonathan 没有想到有一天你做执事 我看了 Jonathan你自己也没有想到 你大概也是不会想到 对不对 没有想到的 可是上帝一步一步地来预备 有一天你要发光 有一天你要为我做见证 有一天你要荣耀我 我在预备 你的光要照在人面前 在这世代中 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 其实如果你读 菲利比书第二章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This is a crooked generation 那我们需要在当中 来把光照出来 我们跟我们的旁边人讲 Let us shine Let us shine for God 上帝有很多奇妙的计划 要继续地在这个教会里面 来推展 而我们要shine的里面的时候 这个过程是有的 所以你看到吗 上帝的创造里面 第一天光 对不对 然后他说 有早上有晚上 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照了什么 第二天就把水分开 对不对 他创造了整个的天空 OK 这是第二天 有早上有晚上 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 他就把陆地给显出来 还有当中很多的植物 对吗 所以有早上有晚上 这是第三天 OK 接下来呢 可以看到太阳了 可以看到月亮了 OK 所以这是有早上有晚上 这是第四天 有些人会问 等一下 创造 太阳是第四天才创造出来的吗 好 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答呢 请你们参加 请你们参加每个第三个礼拜的这个读经讲解 OK 那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不是有读圣经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定了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呢 我会大概讲解一下我们所读的圣经的一些的背景 以及解答你们的一些的问题等等 OK 所以你们留下来 绝对它不会跟现在科学所发现的是违背的 OK 所以第四天 然后第五天是什么呢 海里的动物 生物跟天空的飞鸟这些 然后有早上有晚上 这是第五天 第六天呢 你我了 OK 就亚当创造的人 对不对 OK 他给予人有神的形象 然后有早上有晚上 这样是第六天 第七天有没有讲到早上跟晚上呢 没有耶 OK 第七天 怎么说呢 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 到了第七日 神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 就在第七日安息了 谢了他所做的一切功 神赐福给第七日 将他分别为圣 因为在这日神安息了 谢了他所做的一切创造之功 这第七日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 这个第七日并不是说用晚上早上这样子第一天一天来形容 他所说的是神在这一天怎么样呢 他就祝福 赐福 并且他就休息 并且的很重要 他说定这一日为圣日 安息一致很重要 但是安息一致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来遵守 甚至把它当成是一个规条来去抓人家的错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没有安息了 以色列有一些的国民呢 到现在呢 基本上他们还是守着这个安息日 但是他们加了很多的规条 我听说啦 我听说啊 安息一致啊 你进电梯以后啊 你不可以按电梯 不可以按电梯哦 因为你按电梯就是犯了安息一致的规条哦 而且呢 你不可以讲你要第几楼 这个才惨的 人家要帮你按 不可以讲的嘛 不可以讲是第几楼 所以如果你要帮他按你要怎么样 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安息一致电梯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叫安息一致电梯吗 我知道你是不喜欢进去的 每一楼都停的 stop every level 因为不用按咯 这个叫安息一致电梯咯 请问这个到头来有没有带来安息呢 反而没有安息 反而远离了恩典很远 所以当我们提到安息一致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法律来遵守 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恩典 而且很重要的是 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神圣约定的恩典来看待 安息一致所代表什么呢 其实在基督里 它代表的是在基督里 我们进入神永恒圣约的一个预表来的 你要真正有休息吗 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安息 请问是一天内吗 不是 它是一个永恒的 它是没有早上 有晚上 这是第几日的 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进入到与神和好 享受祂同在的一个安息 那样 所以有关安息一致 其实我在去年的讲道有提到 信者得安息 那样 所以如果你要听的话 在YouTube打一下 就会出现了 信者得安息 所以如果你把安息一致当着法律来 时时的守住 抓他的错 抓别人的错的时候 你反而会远离了恩典 那如果你把安息一致当着是恩典来享受 休息吧 因为你需要 你就会重新得利 而且你真正的重新得利 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时时都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并且这是上帝所立的 一个神圣的约定 所以子民进入了一个圣约 It's a holy covenant of God 上帝已经预先地知道 人需要真正地休息 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而神就在整个的历史当中 从他创造的开始 他就一步一步一步地来界定 耶稣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 到末后还没有来的日子 我们永远地是享受在上帝里面的安息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开始 神开始的一切 没有他不可能有我们的存在 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他给予我们的 我们是他的管家 管理金钱才干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一切 神所赐予的来荣耀他 所以有些小组有收到我的短讯对吗 让我们准时地来聚会 来怎么样 荣耀他 看到吗 并不是准时来聚会来祭恩典 而是尊荣神 Let's honor God through our attitude As we be punctured As we give our tithes 当我们奉献十分之一 当我们去服侍 这一切就是荣耀神的一些举动 并不是为我们累积功德 还是让我们觉得自己比较厉害的一些举动 让神 开始了神 开创了神 得到荣耀 并且神的光是介入在黑暗里面 介入在这些空虚混沌的里面 而开始了异议 就像耶稣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面 开始了我们生命新的篇章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用耶稣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 使我们翻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如今我们要为他而活 继续光照在人前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 我们是与神 有这个神圣的约定的 神立了这个安息日 作为圣日 祂早早就知道 祂要如何地成就 那真正的安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知道这一切的计划 所以我们如今进入到这个圣约里面 也让我们立志 在神面前地来继续地服侍祂跟爱祂 在这今年的里面 你们今天进来的时候 有看到两张的东西对吗 有一张比较简单 是这个 有拿到吗 谁没有拿到的 请跟赵大人拿一下 你需要有这张小的 跟这一张这个立约表 谁没有拿到吗 前面有些人没有拿到 前面 谢谢我们的招待 那这一张呢 就是美加书邦堂的名片 然后呢 为什么要印这么一张呢 而且我印很多 我们印了三千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片呢 你就可以去邀请 你认识的人 甚至你不认识的人都可以 我在家里面就去发 你好 这边有片教会哦 很好 邀请你来 我就发这张东西 OK 那所以这个注明了我们的聚会的时间 跟一些简单的information OK 所以我鼓励你们 就在门口呢 很多哦 请你们拿几张 你拿整盒都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要发完 如果你答应我可以发完 你可以拿整盒 两盒都没问题 OK 你拿一些 每个礼拜来你可以拿一些 放在你的钱包里面 然后祷告说 主啊 我希望在这个礼拜里面呢 我可以邀请两三个 至少把这个卡递给他 咖啡店喝茶的时候 哎 隔壁桌的 哎 你们好 哎 欢迎你来 你看到吗 把介绍教会 其实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 就用这个卡片开始 让我们可以邀请更多人来 领受上帝的恩典 做得到吗 可以啊 很漂亮的啊 所以请大家去发这个卡片 OK 不用担心会发完的 我们可以再印了 OK 第二个呢 是很重要的 这个立约的主日 等一下呢 在小组的时候会填这个 所以呢 我也要请少年人 你们也可以填这个 OK 大端生也可以填这个 那这个立约的主日呢 是其实是 为理工会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来的 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 约翰·威斯·李 John Wesley 他就是在上帝面前 立这个生命的约定 他把自己的生命 完全地交托给神 求神来使用 不管遇到的是 顺境还是逆境 他都愿意跟随他 他这样子的立志 开始了属灵的运动 也就是今天呢 你我还坐在一个 为理工会的教会里面 他祝福了很多人 神不轻看你的立志 那样 所以我们今天 每一个 为理工会的信徒呢 在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呢 我们就一起来立志 让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地 来过这一年 让我们是 立定心志地来跟随主 阿们 没有声音的哦 阿们 阿们 立定心志来跟随主 所以呢 里面呢 会有一些的 勾 一些可以打勾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是招待 你就在招待上面打勾 如果你还不是招待 你愿意做招待 你也在上面打一个勾 你了解吗 这是你今年 愿意 在神面前 所参与的一些的服饰 当中有一些需要 包括再送 OK 再送是一个 我们今年要做的一个工作 所以如果你愿意 再帮忙 再送大专生 少年 青年人来教会的 也请你在再送服务方面 可以帮忙打勾 我们可以安排一个Duty Roaster 那样 所以里面呢 包括了个人的领袖 包括了一起的服饰 还有最后包括了奉献 我们要了解 奉献是你对于上帝的尾声 所以十一奉献 是上帝的命令 但是我们不会去查你的 不会 但我们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 尊荣神 在经济上面 所以如果你愿意做的是十一奉献 你就可以在十一奉献打勾 旁边有一个叫做按月奉献 如果说 我还没有办法十一奉献 但是我愿意立志按月奉献 你也可以在按月奉献上面打勾 我们为你祷告 希望有一天 你也可以十一的奉献在金钱上尊荣 赐给我们万物的上帝 了解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你可以勾选的部分 然后呢 请记得签上你的名字 签上你的名字 小组组长会帮我收集了 那我做一些记录了 我会还给你 这张是你自己的copy 可以吗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的来立志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做这一个祷告 最后一面的一个祷告 不管你里面勾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一生都愿意来跟随主 最后一面的这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来站立 我们要来做这个祷告 然后请敬拜赞美团的来预备 带领我们唱回应诗 我们一起来站立 以一个信徒与神立约的一个态度 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立约的祷告 你可以用英文的 你可以用中文的 就在这张纸的最后一面 都有吗 预备 来 圣洁的父上帝 因你借着耶稣基督 与我们恩典之约 我乐意谦卑顺服 将自己奉献主 并且爱主 定义寻求和遵守主美好的旨意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主在我里面活着 无论得失 平顺还是艰难 我只求你的旨意成就 我的生命能讨你喜悦